這個是國際盤贏 這整個是競爭力盤贏 競爭力全球第15 健康教育總盤13 我們的TP發生率每10萬人口49 蠻高的 TP世界盤贏全世界第29 你看一下美國 美國的TP發生率10萬人口只有3.35 美國超低的 美國很多公共的工作 老實說好像沒有台灣那麼的不錯 台灣的麻疹或什麼 我們的疫苗接種率都九成以上 美國很多地方其實已經沒有 美國很多法定傳染病例是很多 但是就是TP他真的做的是抄它 這當然是世界上找不到的幾個投資家像美國做的 而且美國的TP發生率不斷在下降 本來想說降到10一定很了不起 結果他還降到3 這當然其實是歸公也LTBI 或整個一大堆的元素加在意 但是LTBI的角色其實是的確是不可以猛滅 台灣我們還49 我們當然還有一段路要追 在韓國97 中國大陸70等等 日本不錯吃吧 只是讓大家看一下這些先進國家 他們這個TP的發生率 這個看起來當然在這些 我們在東亞這些國家 亞洲的這些好像還是蠻多 就是Devulking country 那你去找這個LTBI 我要從哪裡去找 現在忙人海像在座各位有誰是LTBI 你也沒去做檢查 你也不知道 那你說我要不要去做LTBI檢查 那當然就要看說 你做出來之後你想怎麼樣 如果我跟你講說做出來之後呢 你可能也不太會發病 你不需要吃藥 那你要不要做你可能就不想做 因為做了之後反正陽性也不吃 陰性也不吃 那我乾脆不要做了 那我們當然要做的就是希望 做出來之後如果是陽性的 我會強烈建議你吃藥 這樣做比較不會浪費錢 不然做一堆做什麼生的 做出來陽性一定都不吃藥 那這樣幹嘛 所以我們盡量是找一些 我一旦做出來如果是陽性 我會高度建議你要吃藥 所以選對象很重要 就是選那些容易發病的對象 那剛剛我們已經講哪些的容易發病 第一個 如果你是近期受到哺乳 你這兩年發病機會高 所以接觸者 如果你的親同好友 或不要說親反正 你的親密夥伴有人是Active TV的話 你是他的接觸者的話 我會建議你做 因為做出來如果你是陽性的話 你這兩年發病機會高 那這時候我們建議你吃藥 你就比較不會覺得說 那我幹嘛吃藥 那第二個是什麼 HIV的病人 HIV的病人因為不管他是兩年前感染 還是五年前得到感染 因為他免疫的問題 所以他很容易發病 所以對於這一群人 我們也會就是 也不用去管你到底你是之前 還是多久以前得到感染 反正我跟你做 做出來你有LTBI 你這一群人去吃藥 應該都還算滑的 因為你的發病機會很高 可是對一般人而言 我們希望找的是你是最近感染 因為如果你是十年前感染 你現在還好 我們大概覺得你可能 接下來發病機會可能是很低 低到我們覺得不太需要 雖然更極端的就是通通抓住來做 通通試 不過這不太可能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LTBI 號稱為LTBI 你不太可能這樣做 所以你只能先挑那種 發病機會最高的接觸者 再來就是免疫狀況很差的 像HIV等等 這是瑞士他們用HIV的人去做LTBI 然後做出來如果是陽性的話 有吃沒吃這樣去比 結果他們做出來 他們的NNT是15 就很不錯 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發病機會高 發病機會高的族群 你給他用LTBI 你會看到效果會更好 你會就是不用吃那麼多人 才能預防一個人 所以你要找那種高發病的 大家吃藥起來比較心甘情願 否則NNT87、100多、200多 你就不太想吃了 好 那都說有效 總是要講一點安全的 總不能一面倒都說這個多好多好 還是有它不好的地方 這個是一個報告 美國是2004到2008年 然後全國總共17個人 報告說發生嚴重副作用 其中五個人死掉 那我必須要講 因為這個東西是一種被動的 就是說醫師藥報不報 如果醫師不報我們也不知道 可是這個很容易有 應該是低估 這絕對沒有問題 這是低估 但是只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如果要真的吃LTBI的Ina 因為美國之前都是吃Ina 那吃到死掉我們就有興趣 到底下面哪有戲 我就盡量避開這種人 我就治療藥嘛就不治療 藥嘛就是特別小心 那包括哪些 本來就有邁性肝麵 邁性B肝、C肝 或者酒精性肝麵 或是年紀很大 或者有在吃一些 同時在吃一些肝爐性的藥 那這些人你如果要給他吃LTBI Ina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 好好去追蹤他 如果你好好去追蹤發現有問題的時候 趕快給他停藥 其實也不至於會出人命 這個很多都是delay delay過一段 然後美國就又不像台灣那麼方便 所以很多人就拖一拖再拖 然後後來就出人命 那這個異常也當然跟年齡有關 除了本身年齡功能之外 本身有甘肌度 年紀大的比較容易 的確胎納會毒性比較強一點 小孩子的話吃LTBI幾乎沒有什麼肝毒性 表面就是皮膚出疹 然後你可能吃些NTS差膿 或者是醫師乾脆就不吃藥 反正也沒有 就是說沒有出人命的 那大人如果要出人命的話 在美國有些報告 台灣目前沒有吃LTBI吃出人命 因為我們有關懷人去關懷他 而且病人看醫生也很方便 有些醫師都提供手機給病人 所以這樣情況病人吃了一個不舒服 醫師就會說我立心也要先檢查 然後趕快抽血檢查 所以台灣吃TBI的這些LTBI 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 還沒有出人命過 那第三個問題是會不會有抗藥性 你今天吃了那麼多INAR Prophylaxis 會不會其中有一個人其實是Active TB 然後你不小心就給他吃INAR下去 那這樣就變成用INAR Monotherapy TB 當然註定會fail掉 一定會產生比較多的INAR抗藥菌素 會不會出來 這個是一個很合理的想法 文獻也有很多 好像看起來是的確有增加趨勢 不過如果你在治療LTBI 你好好地排除掉Active TB 這些人真的絕對不能發病 一旦發病你就要保討賣 他沒有發病LTBI你給他吃一種藥 其實是應該還OK的 就是還沒有看到有顯著的INAR抗藥性的菌株 在LTBI的政策下去之後 INAR抗藥性顯著的變高 但是有這個趨勢就要小心 就是我們在吃LTBI的時候對象很重要 一定要排除掉Active TB 我們跟大家分享台灣經驗 台灣做TBI一大堆的這些東西 那LTBI從一開始的時候 2008年的時候先推LTBI 那時候是小了13歲以下 那後來就慢慢地到1986年之後出生的 這些青少年以及13歲以下在做 那我們今年要開始做的就是全年層 只要你的朋友或誰有TBI 不管你今年是幾歲 60歲、50歲、80歲 只要我們覺得你有這個risk會發病 我們就提供一個診斷 診斷出來之後良性、陰性 你要不要吃藥那就是尊重你 不過至少給你一個choice 就是說其實你可以選擇要吃藥 以前是根本沒得選擇啦 就是說政府也不提供這些檢驗 愛國老自己要去做自費要3000多塊 很貴 你做TT大家也知道打過卡金 很多的TT 那也不準 就是你不會把它當作一個參考值 所以對年齡比較大 至少1986年之前出生的那一群人 我們LT在診斷基本上是比較少的 治療也不多 有一些醫師有在做Plainco-Try 他們很早就有在做I-GRAD 但是整個大規模大概要從今年才會開始 我們跟大家報告為什麼接觸者 我們會先挑接觸者 因為接觸者發病機會實在是太高 這個接觸者的這些人我們去追蹤他 因為以前很多接觸者他是沒有吃LTBI的 尤其是40歲以上的接觸者 基本上沒有人在吃LTBI 也沒有做診斷 唯一能做的就是說 你一年做一個健康 做一年來做兩年 那注意自己的抵抗力 就是這樣子 你不太能夠做什麼 所以就是nature cause 可以觀察到底後來發病的機會會怎麼樣 結果你就可以發現 這些人等下觀察五年之後 他的發病機會慢慢的下降 可是即使下降還是每10萬人口高達19次 台灣TP的發生率多少 每10萬口現在是50左右 所以接觸者的發病機會至少都三四倍以上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是接觸者的話 你的發病機會跟一般人比較起來 其實真的都是比較高 所以這一群接觸者就成為 我們要做LTBI治療的對象 因為你發病機會高 我給你開藥 你吃了你比較會滑得來 那這一些接觸者發病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到底都是哪些人 其實大家可以想想看 小孩子畢竟還是少數 現在一年才生20萬個人而已 所以你這個接觸者裡面有大人有小孩 大部分的接觸者很多都還是成年人很多 那再加上就是說這個其實成年人的發病 你看你這個65歲以上的接觸者 他的接觸者他的TP的發生率 是每10萬能夠高達2000多 這很高啊 那13歲以上以前我們在做了不起 就是可能500或1000 這個跟老人家差很多 所以理論上如果你要有效的 把台灣的TP的發生率下降的話 你做LTBI應該做老人 因為來我們老人發病機會那麼多 那麼高那應該更滑得來才對 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不做老人 那就是因為以前老人的LTBI的診斷 還有爭議 就是說以前用TP很多人沒辦法 大家知道不準 再來就是老人吃安可能副作用比較大 意識也不太敢開 所以明明知道他的風險很大 發病機會高 理論上這一群人吃安排應該比較滑得來 可是為什麼不做 當然他有的 剛剛已經跟各位報告我這一些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之前的13歲以下接觸者 做完之後到底是好嗎 有接近7,899個未滿13歲的接觸者 我們去做皮膚結合均素人做TP 結果大概三層陽性 這跟文獻說也差不多了 大概三層陽性 好 那陽性之後一定有人願意吃藥 有人不吃藥 一定有人覺得說這個我沒那麼衰 或者說這不準 我不吃 一定會 你說這個合理不合理 當然合理 這個民眾自己的決定 我身體我自己負責 我至少現在不是ActiveTP 你CDC也管不著我 那有一些人願意接受這樣風險的溝通 之後他選擇吃藥 1000多個吃藥 有700多個不吃藥 那結果有吃藥的人沒有任何人發病 那沒有吃藥的人有6個發病 好 那看起來這個一定有效 這你去做出來統計的話 保護力就是高達9% 有 非常有效 那這樣好嗎 大家可以接受嗎 就問到另外一個問題 會不會太over一點 因為700多個人不吃藥 也只有6個發病 那意思是什麼 我如果700多個人通通吃藥 也不過是0個發病 對不對 那所以意思是什麼 739除以6 NNT就100多 這樣好像看起來不是很影響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今天在做政策的時候 就要去想 那這個NNT這麼的高 我們為什麼的政策還要推行 那這當然就是另外一個想法 NNT更嚴重的說明是什麼 說明就是狂犬病 說明打了幾百個人 根本沒有一個人是真的會發病 但是因為狂犬病很嚴重 所以我們尼可NNT很大也沒關係 那今天這個NNT100多 大家可能覺得稍微over一點 可是因為那時候的著眼點是 我們第一個嘛 以前大概只有13歲以下診斷LT TDI比較準 因為因為小孩子發病 TP發病之後 他比較嚴重 尤其是小小孩 發病會比較嚴重 所以是從著眼於他的severity 以及看他診斷的工具 那個時候有TST 所以那時候去做 雖然我們看起來這個NNT123 我也不是非常的滿意 我們憑良心講 不是非常的滿意 100多好像還是稍微over了一點 所以大家都不滿意說 為什麼一個TST良性 超過10 做皮膚精神超過1公分 然後就要來治療 有沒有其他的更精確的 預測風險因子 你今天要說一個人是好人 還是壞人的話 你當然不可能只看說他一個月捐多少錢 我們才判斷他是好人壞人 你要多方面去觀察 Multi-factorium 很多的因素 綜合判斷才說 這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 那今天是LTBI 你要不要去治療他 也事實上 不是說只有LTBI 說TST說陽性大1公分 就代表他發病的風險很高 你可能要參考其他的因素 理論上 如果你今天皮膚結合菌素試驗 是2公分 超大 然後你自己又有糖尿病 然後你的指標個案 又是肺部又開到 然後塗又是陽性 那你覺得你要不要吃藥 你可能就要吃藥了 為什麼 因為你受到他感染的機會實在太大 第二個你免疫力又不好 你很容易發病 所以這一群人如果你去吃的話 他NNT就會下降 那我們那個NNT100多是因為 他統統統混在一起 所以有人會說你也稀誇他要 精確一點好不好 好那就精確一點 但是TST越大的 的確他發病風險跟TST的Size 做皮膚結合菌素的Size 有差啦 如果說 這個以小於1公分叫陰性 我們大1公分開始叫所謂的LTBI的 TST陽性 這些人相對風險是5的話 那麼如果到20毫米 20mm的話 就發病風險高達30 那指標當然圖片是陽性還是你也有差 對不對 因為OpenT 這個Smear如果養 傳染給你的機會比較高 傳染給你的機會比較高 你這個TST做出來是陽性 比較可以相信 如果大家要知道皮膚結合菌素是陽性 我上次跟各位報告過 很多的檢驗結果叫陽性 是不是代表它真的是叫感染 有所謂的陽性預測子 對不對 你今天這個TST叫陽性 你要預測什麼 你要預測它是LTBI 那如果今天指標根本不是TB 你今天做出來皮膚結合 即使是陽性 我也不會認為你是LTBI 所以那個就牽涉到陽性預測子的問題 所以如果這個Smear如果是陽性 傳染力也很強 我做出來是陽性 我比較有信心說我真的是LTBI 好 所以有一大堆因素加起來之後 其實會包括指標個案 然後到底你的傳染來源是男的還是女的 以及size 很多因素 所以如果你這個加在一起的話 可能會比較好看一點 所以後來做出來的就是 的確就給個分數 就是去算分數 如果分數越高的確風險越大 size越大 指標哥圖片又是陽性 然後你又來自己3D香或等等高盛情區 指標感傳染給你的人如果又是女生的話 那加起來如果你分數加起來是7分的話 你三年之內發病機會幾乎百分吧 所以如果假設很多家長說我不太想吃藥 那你如果沒有辦法一一說服的話 你就至少把那個5分以上的那些人找出來 苦口婆心跟他講說 你們的發病風險很高 因為你看NNT30、19、1 如果是2分以下你看NNT沒看到了 幾百 這個你如果不吃藥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也算是一種合理的選擇 當然如果你特別特別擔心的 很多人很神經質的 他NNT即使五百六百他要吃 那也OK啦 所以對象很重要 但是現在這個TST只是跟大家講一點歷史 因為之前都在做TD 但是我們接下來因為就是TD有一大堆的問題 年紀大的人會打過卡接秒TD不準 所以我們TD大家有點印象就有 因為接下來我們全年齡層主要就不是做TD了 那這個不良反應 因為吃Ina的話年紀比較大的發病的 有肝炎的發病機會還是比較高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要注意一下 所以全年齡層年紀大的我們就要小心 那你看這是台灣1986年以前出生的這些接受 成年人接受也要TD至少3000多的人 有7%因為不良反應的品樣 其中裡面有98個發生了肝炎 那這種肝炎就是參考美國那個胸腔科醫學會的一個定義 也就是說沒有症狀就大於五倍 有症狀就大於症狀的三倍 這樣來看 那其實大概2% 這跟剛剛那個slide差不多 30歲也這樣大概2%到3% 有這個比較嚴重的這個肝炎 那這些人當然有什麼症狀 大概是多久 然後也沒有人需要住到ICU也沒有死亡 因為就是醫師都很小心的去觀察這些病 有問題就把藥停掉 所以相對就是說 如果要推這個政策 當然就是close monitoring是很重要的 那最後就是要講說LTBI它有角色 但是我們以這個世界的角度來看 今天大家都想要把TBI的發生率降低下來 你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有一大堆做法 一個就是維持現狀這樣 那什麼都不做 那你可能就是TBI的發生率 就會這樣說明還滿滿上升 再來就是說防止感染 防止感染當然很重要 就是你可以做很多事情防止感染 把病人找出來好好治療 就可以防止別人感染 把這個通通弄好 也可以減少得到感染 很多的做法 這個是治療Active TB 你好好治療也會下降沒有錯 可是那也許沒有辦法 像這一條 這個sorry 這個就是如果你很好吃藥的話 treatActive TB的話 這個4是治療LTBI 其實它的下降的幅度還滿快的 那如果你要真的下降很快的話 到WHO他們的一個標準 到2050年說要 好像是Eleminate TB sorry 我有點忘記 你就是不但Active TB要治療 LTBI的病人你也要治療 只有這樣雙管齊下 你才效果會看得比較好 那這些看起來好像很多都是跟醫師有關 因為不管是Active TB或LTBI 都需要醫師的幫忙 那我們其他人還能做什麼 你看這個是之前PM2.5 這個有在報紙大家如果看的話 那個臺大理先生的教授他們說 這個空氣汙染也會增加一些COPD 或甚至是TB的發病率也會增加 好 所以我們如果今天以一個國家的角度 我要把TB控制好的話 環保署也要辣進來 環保署要好好把空氣品質做好 那有一些環境的ventilation要去改善 不要那個地方空氣很差 一旦一個人有TB 其他人都打大理 大家都通通感染到 再來就是減少發病的機會 糖藥病 抽菸 HIV HIV 要不然就不要得到HIV 要不然是得到HIV之後吃雞尾酒療法 讓你的免疫力不要快速下降 抽菸已經被證實說抽菸會增加發病TB的發病機會 所以如果你是LTBI的對象的話 我們當然就強烈建議你要戒菸或者是等等 最好是一排就不要抽菸 糖藥病就要好好控制好等等 那這個是目前對LTBI在一些先進國家 Low TB incidence 這個其實沒有多low 就小於100就叫low了 只要TB的發生率10萬或小於100 像韓國、中國、大陸、日本、台灣、新加坡 這些都小於100 這些國家如果你要做LTBI 它的建議說哪些人要做 第一個 HIV 的病人要做 第二個肺結核的接觸者要做 第三個是有在吃Anti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 的這些病人 好像都風濕科的病人 這些人因為吃得知道沒力 因為沒有辦法去 因為interview用這個東西是對TB的control 它是有它的角色的 所以你一旦這個東西把它block掉 你做TB就容易把它病 再來什麼洗腎的 或者是organ transplantation的等等 很多人你可能都要幫他做LTBI的評估 然後來接受LTBI制度 但是我們不太可能一開始包山包海 總是循序漸漸 所以台灣我們目前政策上的主力 是阻擋接觸者 其他病人如果他想接受LTBI的診斷 或者是治療 那就是讓醫師自己去做判斷 公共衛生我們只管接觸者 只有你是接觸者 公共衛生才會強力的介入 叫你去做檢查或等等 其他就不完 因為實在沒有辦法 以後全部都做 雖然這個文獻上是說 這些人其實是shitted 因為他們那個英文都喜歡用 should be performed 或者是should be considered 他們會用這些稱來覺得說 他介密的一個例子 好 那我就是跟大家報告這個 因為這個是basic information 接下來就要講這個全都字 就是說你已經知道說 LTBI有它的好處 對象已經選好了 那怎麼做呢 這個才就是重點 要怎麼樣挑出大家比較可以接受的對象出來 我們就是做全年齡層 這個之前已經先做過失敗 也沒有說一開始就全國都做 2014年的時候已經在台灣先選六個縣市 先失敗看大家的反應怎麼樣 這個第一階段是1986年以前的 這些出生的那些所謂的青少女 好 那個時候是全國都做 第二階段就是全都字 全年齡層都做的 但是只有六個縣市願意加入 這個做了一年之後 有一些心得之後 我們要把基金流發生的迅速降低 就要進入第三階段 全都字也就是今年開始 這個也就是22個縣市都要做 所以既然22個縣市這個東西 大家一定會對這個之前做的結果有興趣 那個時候是怎麼做 就很單純 五歲以下的我們就是做TT 那如果有必要的話就會再加上Idle 那五歲以上就通通不管了 就都不做TT了 就只做這個 這個是去2014年的示範對象 那個時候還是兩個都做 還是兩個都做 就是五歲以下是只有做TT 主要做TT 五歲以上就是兩個都做 因為我們那時候還不曉得 到底什麼樣叫LTBI 到底是TST陽性你就叫LTBI 還是Igara陽性就叫LTBI 還是要兩個都陽性你才叫LTBI 所以那就在累積經驗 2014年的時候就在累積經驗 那做出來我們看 這個是那個要抽血 Igara這個抽血 這有點小小的麻煩 那很歸嘛 那個血的量都要弄到剛剛好 然後這個明鏡啊 然後這個時間啊等等 這個都有要求 不然做出來就不准了 這個不准影響還蠻大的 因為你這樣一吃就要九個月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有點歸馬 所以有些地方就是 如果你要做LTBI 你要有這個facility 要有這個設備能夠做診斷 然後這個Igara這個後續的檢驗的流程 必須要能夠很順暢 那時候做出來的結果是 先把兩個都陽性的 我們才叫做LTBI才去治療 因為一個陽性好像覺得還不是很有信心 兩個都陽性我們大概就非常有信心 一個人進來幹嘛 進來幹嘛把他轉介去治療 比較不會overtreat 那我們看一下結果 2,200多個人是1985年以前出生 就是在座像各位的這個年齡 2,000多個人 然後這個叫做接觸者 接觸者之後 因為這些人都是年紀大概5歲以上 對不對 然後就做Igara 再提提 兩個都要做 結果大家想想看 兩個都做的結果 兩個都是陽性的有400多個 黃提飛龍陽性 TST陰性的有200連性的 至於當只有TST陽性的有800多個 兩個都陰性的也有700多個 好 那我們有興趣當然是說 後來一定有人發病 因為有人吃藥 有人又不吃藥 2014年的那時候的做法是 只有雙陽我們才建議吃藥 如果你只有一個羊 我們還沒有建議吃 所以這一群人就是 兩個都陽性我們就建議吃 但是即使建議吃 還是有人不願意吃 因為這個東西是萬一萬元的 好 所以你就可以去觀察 有吃藥的 而且好好吃完的有194個 這194個人沒有人發病 那如果沒有完成治療 或者是一開始他就不打算吃藥了 這個大概有169加51 後來發病的集中都在這個組織 那這個是極少數 這不曉得為什麼的原因 兩個都陰性後來他也發病 這個當然是極少極少 那我們在政策上不太可能 為了極少數然後去影響多數人 所以在去年的時候 就是以這個雙陽去做 的確可以發現 會發病的都是在這一群雙陽 然後他不吃藥的這一群 意思是說如果這一群你都來 好好吃藥的話 可以減少6個人發病 NNT算起來是37 已經進步很多了 37已經還蠻可以接受的 所以有了去年的經驗之後 我們就覺得說光看TST不太 因為你看這個TST一個陽性的 這個也沒人發病 所以大家就覺得不要看TTA 尤其叫年紀30歲以上的 就不要看 當然年紀大我們擔心有肝臟發炎risk 所以要事前做評估 如果你要做LTTI的話你要先評估 這個很複雜 某個大家只要知道說 大概有一些簡單的抽血這些東西 確定沒什麼問題 你比較放心的開藥給這些LTTI的病人吃藥 做了這個第二階段之後 我們今年就是做第三階段 我們今年第三階段跟2014的第二階段 示範計劃差不多 差在哪裡 差在這裡 五歲以上的就不做TST了 直接做IGROD 因為發現在做TST好像沒有多出什麼多大的好處 你看一下這個圖就知道了 這個 因為你這個沒有錯 你看看這個TST陰性 這個Pontiferum陽性 如果你今天沒有做TST的話 完全沒有TST的data的話 你這個狂瓊瓊陽性的話 會變成400加200 就變成600多的人要吃藥 對不對 那如果兩個都做 只要400多的人吃藥就好 可是因為少了200的人要吃藥 問題是不用做TST 其實對整個的負擔會差很多 後來的確去發現說 這個狂瓊瓊瓊單一陽性 跟一次做兩個效果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們就選擇只做一個就好 因為既然差異不大 而且又比較方便 又不用再做TST 還要48到72小時回來判斷 而且這年頭會做TST的人越來越少 所以大家都比較會抽血 比較不會做TST這個東西 所以今年開始我們就決定 只要做IGRODRA就可以 因為這樣子的成效跟做兩個差不多 所以如果要做我們當然就第一個 一定要排除Active TB 當你決定要做一條TB 一定要把Active TB把它挑出來 你不要說 因為做了到時候就monotherm 就爆飛掉 第二個是有了一開始接觸者 懷疑他是TB 他先通報TB 結果吃了兩個月三個月之後發現 X管沒進步 然後人好像好像不是Active TB 所以意思就是我要取消通報 我覺得你不用要繼續吃 這個我們常常都遇到 意思是通報TB之後 結果下一個意思 就要你整個TB就不用吃 常常會遇到這種情況發生 好 那如果你不小心吃了怎麼辦 也沒關係 因為吃了兩個月 就是PZA跟Refend P 你至少也有吃到兩個月 因為4 combined吃兩個月 那RD一定有吃到兩個月 吃了兩個月RD剛剛也跟各位報告過 他等於LTB來吃 所以你也沒有算白癡 你知道嗎 就是說你這個TB的病人說 我不是TB 結果你叫我吃兩個月 跟外面料理 其實沒有多大的損失 因為至少你把LTB治療掉 那你也算完成LTB治療 所以我的建議是 如果你要開TB要 要嘛就吃一個月 要嘛就吃兩個月 要嘛就把它吃完 要嘛就通通不要吃 不要只有吃三個禮拜 四個禮拜 因為三個禮拜要四個禮拜 直到沒有治療到TB 也沒有治療到LTB 他兩個月是一個A 至少還馬馬虎有鑽到 那我們這個是最近的這幾個個案 跟大家分享 這一個人是45歲54公斤 有抽菸 那這一次是員工體 就是P-X光片 那那個胸腔科醫師就說 你在穩的 叫他要推診 那這個人就不去 因為他覺得他沒什麼症狀 他不去 那後來呢 到醫院去 就是因為那個 有去第一次 第一次醫師覺得他可能是TB 幫他驗談 結果Carture跟Snear都是陰性 因為都是陰性 所以醫師當然就比較沒有急的在追下去 那病人後來也不來 所以這個人就你知道嗎 就是103.6的照片子之後 後來就都沒照片子 因為都沒去追蹤 但是這個地方是有問題的 你如果仔細看這個地方有問題 這個大家可能做太遠 所以這個要做LTBI的時候 S1要小心去看 這個人這個地方已經有問題了 但是他後來一直要過了一年 接近一年他才因為說咳嗽不舒服 然後才到醫院去 又到醫院去 結果這時候醫院一照 這個S1就很嚴重 就開動 就很嚴重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當時他其實就有TB的力血 所以即使說他號稱說 當時候症狀不是很硬 因為他是員工的體檢報告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不要以為 看他人好好的 然後就說可以接受LTBI治療 可是事實上他這個地方有問題 這個地方後來去切細菌 哇一片 很清楚 所以看S1有時候就是要比較小心 你要做LTBI治療 一定要把Active TB排除掉 即使他說都沒症狀 那這個是他的接觸者 他接觸者第一個月 因為公共衛生 公共衛生只要有TB個案 我們就趕快接觸者 抓一招 抓一床貼 所以這是他的同事 第一個月照出來的片子正常 結果過了半年他說他有咳嗽 咳差不多一個禮拜 然後他就會找醫師 他跟醫師講說 哇係 接觸者 醫師當然很緊張 因為他是接觸者 所以醫師幫他照一張S1片 S1片照完之後 這S1有沒有問題 老實說我看了老半天我真的都看不出來 怎麼看我都看不出來 我來找幾個胸牆鍋一起來幫忙看一下 他說我這實在很難看 沒關係 如果你今天看到這個片子 完全是正常 你說你病人只有咳一個禮拜 咳嗽 你會不會安排Smeer的檢查嗎 A7-8-10的Smeer檢查嗎 理論上一般人不會 一般人不會 但是這個醫師為什麼有幫他安排Smeer檢查 因為他跟醫師講說我是接觸者 我是接觸者 所以醫師很小心就幫他做Smeer的檢查 跟Cuture檢查 結果做出來 S方面幾乎是正常的 可是他的Smeer TBT下是陽性 後來Cuture也是TB 所以這個是告訴我們說T-O-C-C很重要 你這個輕微才科一個禮拜而已 所有的病都從一開始開始 你說TB都要什麼三個禮拜慢性咳嗽 但是每個人三個月慢性咳嗽 一定會從第一個禮拜開始 你要這麼早診斷出來就是去處理 他有跟醫師講 醫師趕快照片子 而且幫他安排也能 就抓到了 所以像這種人的話 當然他是Active TB 你就不要把他當LTBI制服 即使看起來片子是clean 但是他有症狀 而且他是接觸者 所以還是小心一點 我們只是要跟大家講說 LTBI的治療上你要小心Active TB 把很多醫師出來看到症狀 然後片子 然後提取好好的來做中二元判 確定真的都沒什麼問題 OK 可以開始來給他做LTBI制服 LTBI制服有九個月的Ina 現在就是因為有新的這個廚房 我們今年2006年要全面特定這個短程 只有12個季次而已 細節我不多提 因為只是要讓大家有這個動 因為這個今年4月開始才會